在跟House交流之前 先要跟大家说一个消息 其实我们主题赛 赛段是每场十个人 晋级六位 淘汰四位 本场的House是第九位 其实他演完之后 应该还有第十位的 我们在之前的选题的时候 那一位演员也选了本场的题 但是他因为个人原因 他决定 不参赛了 他决定退赛 离开脱口秀大会 就是录之前四天 我们才知道斯文退赛了 特别惊讶 但是我觉得他 如果参赛的话 其实会很好 当初选择这个婚姻的主题 主要是因为 当时觉得还是有一些话想说 好 后来发现这个情绪 它可以驱动你说话 但它也可以让你说不说话 所以就选择不讲这个话题 其实就是推代 我来上海做脱口秀 应该有五年的时间了 只是之前觉得做得还可以吧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也帮助过一些朋友吧 现在我觉得我没有能力去给大家提供这种 所谓的快乐也好 鼓励也好 因为我自己都处在一个很低谷的阶段 很累 就是这个累到已经让我 就提不起劲来了 这种感觉 所以其实我现在给自己的目标是 让自己至少歇个半年一年 都要这样子 然后我想好好想想 我要去干什么事情 关于节目 特别希望大家在做的过程中 也能够开心吧 就是不要太艰劳 然后特别希望中国脱口秀 做大做强 好 好